北角行街團 舊地標黃都戲院 不過一向都有小上海和小福建之稱 今天我們參加由幾個80后舉辦的 活現香港行街團 來到這一區講一下鼓 這裡是一個住宅區 平時不是那麼多人來的 但是這裡有很多很豐富的東西 平時的人都很豐富 例如當時國共內戰和香港的關係 和香港和東南亞地區的關係 講古講不覺 不可以不是橋觀大廈 講的是六七暴動 話說1967年8月4日 政府曾經派直升機 空降左派大館營橋觀大廈 上下甲宮進行首部 運動全港 不覺舊地標是黃都戲院 當年文化人經常來這裡看戲 建築風格是蘇聯二十年代的前衛建構主義 出現在不覺這個左派大本影 是否純粹巧合呢 不覺五六十年代的華麗已經成為歷史 春山街是香港其中一條最獨特的電車路段 因為你看到整個電車軌 是穿過一條最繁忙的街市 兩邊充滿排檔、小販、途人 當一輛電車走過的時候 發覺所有的途人都好像摩西分開龍海 這樣就要避開了 現在走一轉不覺 還可以見到六十年代很流行 幾座樓連賣一起的樓宇群 底層設有商場 他們的特色是出入口特別多 整個迷宮這款 就好像走入了黃家衛的電影場景 要講猜 不過還有很多很多 講三日三夜都講不完 天啊